五月新冠疫情正式降級 今年國慶也是在歷經三年疫情後 國人終於卸下口罩共度國家慶典 總統蔡英文國慶演說提前曝光 也將談及國防自主成果 前建國造歷經三十年波折 從無到有 終於在上個月二十八號 第一艘原型艦亮相 預計在二零二五年正式服役 而不只國防硬實力 蔡總統講稿第二部分也強調 在艱難挑戰州落實諸多改革 包含二零一九年五一七 台灣成為亞洲第一個通過同婚的國家 年金改革居住正義 基本工資連八年都調漲 蔡總統講稿內容 也關注能源政策 在去年讓綠電總發電量 走度超越核電 將持續往二零五零 近零轉型 目標邁進 而在經濟方面 對於中國單方面突襲是 禁止進口我國 包含鳳梨世家石斑魚 蔡總統也向國人報告 翻轉過度依賴單一市場的狀況 將強對美出口也積極經營新南向國家 今年國慶是蔡總統在總統任內最後一次國慶演說 蔡總統強調經過七年多的努力 感謝台灣人民團結打拼 也期許在這些基礎上 希望台灣能更自信沉穩向前傾 三十五王神一後 採用台北怎麼到